身體智慧十周年的紀念日 今年是我們身體智慧十周年的紀念日囉 今天我們要跟鄭老師一起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十年來的一些小故事 所以首先我要先請問 雲龍老師在創業的初期 你有沒有一些特別想要分享的一些故事呢 有非常多 不過我印象最深刻的倒是 我想放棄的那一段 就是當初我們會想要成立生理智慧這個品牌 就希望建立一個生活型態教育的品牌 然後我不想要再走回幫人家做推拿整體 這一種醫療的路線 我希望能夠做教育 讓民眾在生活中經過課程的體驗 能夠真正的改變 可是初期真的非常的困難 我們是照不到學生的 我們甚至於會讓人家是免費 然後有一些學生甚至用五百塊 還有下午茶還有點心 還有切水果等等的 然後幫忙如釋得非常的好 然後體驗得非常的好 結束之後呢 我發現到 一直沒有辦法平衡我們的支出跟付出 那等到正式收費的時候呢 我們就印了好幾千本的印刷品 我們相信一定可以成功的 結果我們發出去 假報紙 投信箱等等的 最後都死成大海 當我看到這麼多印刷品 我不得把它丟掉的時候 我心裡是很痛的 我心裡想著 也許這個社會還沒準備好 要藉由學習來創造健康 所以那時候是有想放棄的念頭 那還好那時候 我們已經準備了另外一期 那教完課之後 那一期所有的學生 跟我們的互動非常的好 一個一個跟我們握手說 老師你們做得太棒了 你們在做的這個課程 就是他們找很久都找不到的課程 請你一定要堅持下去 我受到他們的感動 也鼓舞了自己 堅定了自己的信念 也許是我們的擴展跟影響力太小 所以我們決定要好好的從事這件事情 然後讓生理智慧堅持到現在 所以我要感謝所有的支持 我們的朋友們 還有學員們 還有我要最謝謝 跟我們創業的夥伴 就是我愛奇麗麵 因為你的堅持 我們的堅持 我們走到現在 到現在呢 全世界看得到YouTube的地方 都可以看到生理智慧的頻道 我們已經累計超過 1900萬個點閱人次 我們也在台灣開辦了 超過145期的工作坊 研習班 我們也在馬來西亞 新加坡 也開辦了 在國外也可以看到我們的課程 所以我們希望 持續用教育的方式 讓民眾在生活中 持續自己創造自己的健康 接下來我要請教Villian 我們身體智慧未來的10年 我們要走向哪裡 要做什麼事 好 身體智慧有一個很重要的使命 就是希望能夠協助學員 用簡單的方式 學習與創造健康 所以我們希望能夠在 盡量促進這件事情上 做更多的努力 所以我覺得這一輩子 能夠做好一件事情 就值得了 那圓榮老師呢 沒錯我覺得 讓民眾在學習的過程當中 有更棒的體驗 是我們一定要持續努力的目標 希望在未來我們可以在很短的時間之內 可以建立一個健康促進的教育會館 而這個會館呢 做成一個範本之後 我們可以拓展到台灣的每個角落去 我更希望在未來身體智慧 可以成為全球最值得信賴的健康促進教育機構 疾病管理是靠醫療的 健康促進一定要靠你自己 我們每個人都是唯一的健康生產者 讓我們一起朝向更好的未來前進 我們一起努力吧 一起加油囉 YES